那不提这个也罢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和大家在一起 她还经常不分场合地 跟我吵架 那会儿我和她一起去取车 然后在那个停车场 我看见一个新手的女司机 倒了半天车没倒进去 当时我就挺好心的 去帮人家把车倒进去 然后她就当时就不乐意了说 凭什么那么多人不帮 就我去帮人家倒车 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开始和我吵和我闹 然后大家全都看着我 搞得我特别尴尬 那个女司机长得那么好看 别人都不帮 凭什么要你去帮啊 那你去帮她就说明 你图谋不轨 你就不应该去帮她 那天情况你也在 你也在现场呀 我去帮她我也没干嘛呀 我只是去帮了一下人家呀 对女司机好看是吗 对 确实比你好看是吧 我觉得还行吧 有你好看吗 有点 有点 我觉得她能够善解人意的话 觉得应该理解我去助人为乐 因为她也在旁边看着呢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活得好累 只要我手机有微信 有短信有电话进来 她都必须要查看 随着随着随着打过来的 随着随着找你干嘛的 不给她 然后她就生气就闹 群女之间 看个手机很正常吗 那我的手机 你可以随便看啊 那你不给我看的话 就说你心里有鬼 我心里哪有鬼 我心里有鬼 我还带你回家见我爸妈干嘛 见父母了都 我还带她回家见我爸妈了 我爸妈好心好意 给她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居然说没有一个她想吃的 然后居然当着我爸妈的面 还点了一个外卖 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那不是你们全家做的菜 都不可无畏一口吗 你知道我是四川 你知道我喜欢吃辣的 再说了 从小我家里我爸妈 就让我喜欢吃啥就吃啥 为啥到了你家里 要说你父母的意思啊 而且你知道我吃辣 难道你之前就不应该 告诉你父母喜欢吃什么吗 这应该是你的错啊 你知道你男朋友 跟你分手吗 姑娘 我不知道 刚才不已经说了吗 但是我没同意啊 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我说 要回去相亲的那件事 那只是我欺你的 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 你拿这个来要挟我 我 我也本来 你分不分手 真分还是假分 你说句实话 我就是想来这边 让大家给我评评理 原来还不是为了分手 只是评理 来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伟是吧 你真的就想评评理是吗 我想让老师 帮我分析一下 你也是自找的 不用评理 女孩啊 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这样说话呢 软妹子啊 爱撒娇 装可爱 越听越不对劲 你不能拿人家对你的好 肆无忌惮地去挥霍吧 你撒娇可以 专可爱也没问题 可是最基本的礼貌 和礼仪 咱们是不是应该懂啊 就是你到人家家 就点外卖这事儿 最后还能把这个 特别理直气壮地 怪在她的头上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吃辣的 你们家都不做这饭 这是你的错呀 那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呢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呢 你嫁到他们家 你就得吃清淡的 你怎么不改变口味 为什么要改变人家口味 迁就你呢 没道理可讲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不能拿这种撒娇 和装可爱 卖萌 当一种女人的资本 你知道吗 如果把这个东西 你当作资本 去来要挟一个男生的话 这就变得自己 特别没有价值 没有地位 把自己放在一个 非常低的位置 先爱自己 先自爱 自尊 好吧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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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离不开你 真的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能忍的都忍了 我能哄的也都哄了 我实在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 假如说如果今天 你能够和我和好 你能够做出改变 但是你又能改变多少呢 你自己恐怕 也不那么确定吧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太累了 放过我吧 感谢观看 你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你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二十四 还玩这个呢 有意思吗 您这娇皮手套有什么意思啊 我是希望她 不要像小公主一样地去生活了 应该学会成长 学会自己独立地去做一些事情 你都要跟人分手了 你跟你讲那么多道理干吗呀 你不是分手了吗 我希望她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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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我们下集合 我们下集合 先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